哈囉大家好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異拳超人英雄之路啦 那今天晚上七點的話 一樣有我們的異拳超人世界好不好 因為最近是我們封測階段 所以這邊的話呢 能夠拍多少就拍給大家看啦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異拳超人英雄之路要幹什麼東西呢 因為哲平這邊在我們的這個 活動這邊的這個協會禮物啊 已經有拿到了我們一隻殭屍男喔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就先把殭屍男領出來 拿來看一下他的威力究竟是如何喔 雖然也不是就是最高階的啦 但是應該 還可以幹嘛幹嘛之類的喔 好 我們就直接使用一下我們的殭屍男 那這些寶箱的話其實都蠻好的啦 就是如果大家有買就是那個協會禮包的話 其實真的就是還蠻賺的 因為他會直接給你一隻角色喔 完美的 來了各位 殭屍男來了 可以無限復活的男人喔 擅長持久戰的不死之身戰士 這次我覺得很厲害的原因是因為他死後啊 他只要復活他就會增加他自己的能力喔 所以我真的是應該會把他抽到一個 一個高度這樣感覺 我自己個人也是比較喜歡這種類型的角色 一直復活一直復活一直復活這樣子 打一個復活流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要把誰換下來呢 我覺得這個二郎應該可以換了吧 早知道之前就不要抽這麼多了對不對 但沒關係啦 因為我們現在石頭其實還算是蠻多的 其實我現在其實二十幾萬真的還是 就是雖然可以說是不夠花 但是好像也不用花了這麼多的那種感覺 嘿 那我們那個殭屍男在哪裡 看一下喔 殭屍男 安安 殭屍男 這邊這邊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那殭屍男這邊的話他的威力的話呢 基本上他就是死後會復活 然後會補血這樣的感覺 然後每次重生都會立即獲得40點的怒氣 是一隻很不錯的角色 那主要來說就是幫隊友補血啦 然後他死掉的時候的話呢 他會有機會讓自己變得更強 好像是限制器突破還是那個吧 還是天賦突破之後才會有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可能就要再看一下就是 只有要不要趕快把它弄起來了 因為弄起來之後的話他才可以就是那個 拿到那個天賦 天賦點起來的話就會很重要了 像是上次應該已經跟大家介紹過了 天賦這邊的話就這個 有沒有 每次重生都會使這個殭屍男的攻擊提高15% 然後防御率提高20% 這個效果可以多加 多疊多次 而且 但是他基本上復活之後啊 他就會就是隨著回合術復活這樣 他就不會一直就是一回合復活這樣子 好 那今天的話來打一下什麼呢 打一下奧德賽給他來玩一下 奇妙之旅應該 應該殭屍男是可以秀一波的吧 來 這邊是我們的這個教堂環節啊 這邊如果我們不招募的話應該沒有什麼關係吧 我們先用個這個好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走了 結果這邊的這個箱子好像有很多都沒辦法直接打開 然後旁邊有角色老虎雞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來把我們的殭屍男放上去 殭屍男竟然是一隻 補血角色是不是可以讓他當坦克啊 讓他當坦克好了 然後後面放二啦 這應該還是蠻穩的好不好 反正這個角色的話他就是隊友如果死光了 隊友死光的話他就沒有什麼用 但是隊友如果沒有死光的話他就可以一直復活一直復活 然後加上他復活之後 他會累加他的這個攻擊或幹嘛之類的話 所以應該就是會比較推薦把他 就是放在前排喔 然後讓他一直被打死喔 這樣就很不錯喔 喔 沒問題 其實他的傷害這邊蠻高的 欸 打完之後他還會治療 然後再加上回血 所以 感覺是真的蠻爽的 而且我們現在只有抽到他一隻喔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新手在玩這個遊戲的話應該就OK 哇 裡面有這個欸 尋找小球欸 你能看清楚小球帶一個杯子嗎 來 開始 中間 中間 右邊 中間 簡單好不好 我真的是太神了 其實我很會這種東西喔 就是短暫的記憶的話我很OK 但是如果你是看完之後要長時間記憶或幹嘛的話 我就很沒辦法了 我就超爛的 短暫記憶我是超強的喔 沒問題 這模式的話基本上就是讓大家就是有點趣味模式啦 還行 這什麼 胖苦想要跟你比賽猜拳 OK好 呃 他出剪刀 OK好 謝爺爺 這次的活動好像蠻多特別的關卡的欸 就是 比較多這種就是小東西 很多這些小東西在裡面 那看來的話我們殭屍然應該也是哲平會蠻喜歡的角色 因為我很喜歡那種就是你打關卡或是打什麼的時候 你會自己回復你自己的血量 狂怒再生 欸可以有護盾 他會讓自己就是回血的這種角色我都很喜歡了 你就比較不容易會死掉這樣子 因為你在打那個就是副本啊 或是打我們一些活動的時候有一些 比如說強者之路那種的 他都會就是 讓你扣血 那你如果沒有回血的話其實 沒有就是回血槍你可能就沒辦法回血了 但是 如果自身可以回血的話就還蠻爽的 可以 沒問題 這鐵定是沒問題的喔 但殭屍男跟G4基層比起來的話 殭屍男應該會比較算是那個 比較算是 防禦角色或是補助角色 他就不是那個 不是該怎麼說那個 欸這是推球是不是 他幹嘛 喔喔喔 我了解了 那這要重新 喔 喔 這樣吧 這是要推這個球球欸 這要動腦了耶 但是我們這樣下去好像沒辦法對不對 還是這樣嗎 先走下來往上推 喔對對對對 這樣 然後這樣 有沒有 聰明如哲品好不好 完全沒問題 喔 欸這一次的這個意志我覺得還蠻好玩的耶 他這種東西就是小小的這個動腦袋啊 這個這個環節我喜歡 這一次意志關卡還不錯 應該是可以直接把這邊弄爛 周邊上按鈕可以移動球 喔這邊下面可以打 還行還行 還蠻好玩的這一次 而且這一次基本上還蠻多東西的 比如說我們剛剛那個猜拳啦 還有就是那個小球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英雄之路 他雖然就是還是比較偏向於就是放置類型 還有就是 但是他裡面有一堆小東西是大家可以去玩的 雖然就是我自己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一拳超人世界那種能夠控制的啦 但是我是覺得就是這款跟最強之男 我自己個人還是會覺得 如果你要我推薦就是一拳超人遊戲的話 我這幾款都還是會推薦給大家 因為我確實是覺得就是如果你是一拳超人粉絲的話 這幾款你應該都會很喜歡 因為 裡面就是一堆這個一拳超人的角色吧 然後你就可以是除了漫畫或是動畫以外啊 你還可以看到就是 他們更多就是 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影子這樣的感覺 我就覺得還算是蠻好的 結果我就跟大家講過了 為什麼哲平會喜歡用摺紙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不喜歡看到一個東西結束啦 所以 像比如說有一些英雄他們死掉啦 或是他們再也不會登場之後 你就會覺得很可惜 但是你在這遊戲裡面的話 又可以看到他 哇你就會很想要就是 偶爾去看看他喔 或是看看他會發生什麼事情這樣的感覺喔 然後再一次尋找小球中間 中間 左邊 中間 左邊 左邊 這其實蠻簡單的耶 哈哈哈 不會太難 沒問題 然後這邊有一個補血的 他這一次地圖關卡好像還蠻大的耶 大大的關卡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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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力爆發 他沒有把我困住耶 我以為他一定可以把我關住 這個狂怒再生的話是 那個耶 可以幫我們全隊增加那個 造成損傷耶 就是可以幫我們全隊加工耶 哇那其實殭屍男我覺得真的好像 還是要給他灌蠻多東西的 應該會蠻爽的 他可能就是 可以再跟龍捲他們做一波搭配 因為他的大招是可以那個耶 加強就是我們這邊一些能力 那加上他死後還會再就是 有一些那個 很戀愛的一個效果 真的還不錯 就一直讓他去死 一直讓他去死 一直讓他去死 有沒有 就會很強 欸他連打死別人的時候好像都會有一個 造成損傷增加什麼之類的 超級無敵一隻那個 那個debuff角色 喔buff角色不是debuff 完全沒問題 可以 不過我說真的啦 到時候真的還是要看一下就是那個 漫游的全新章節吧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打的這些關卡 都還算是就是 比較偏簡單啦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大的這個挑戰性 因為都是大家可以平常比較好打的 像強子之路啊 或是我們主線關卡 或是現在的東西 都是比較偏簡單的 但是真正來說的話應該要那個 第一次參加SG用會議是誰缺騎 應該是 金屬騎士還是驅動騎士啊 金屬吧 對 金屬 金屬好像都一直缺騎耶 金屬騎士到底是不是那個啊 傑諾斯的那個仇人啊 所以傑諾斯的仇人是GVOGYSON喔 不是金屬騎士對不對 我忘記了 反正他之前 一開始遇到那個什麼機器人的時候 他就有說什麼 什麼機器人幹嘛幹嘛幹嘛之類的 然後我記得好像有人會說就是 好像說什麼金屬騎士好像被鼓仔吧 還是 還是驅動騎士 忘記了 反正金屬騎士就是一個博士嘛 然後到處叫那個機器人出來幫他做事情那個 然後會有一些研究的這個報告的東西 然後錘爛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不用擔心 因為他會復活 殭屍男我覺得他在最強之男跟在這遊戲裡面都很強啊 因為他復活是直接回全滿耶 還是因為我們這次打這個海島 然後我們是有加強很多一些能力的 因為我們這邊都可以選一些我們額外的這些能力 所以就會變得比較厲害這樣子 很猛耶這個 我們直接復活又滿血耶 太厲害了殭屍男 我覺得到時候就是殭屍男然後在鳳凰男有沒有 就是那種就是打不死的 然後再叫鳳凰男或是怎麽樣 我現在已經先預設了這個鳳凰男應該也是打不死的 我已經預設了 然後你就可以組一個完全不死隊有沒有 就直接不死流打起來 然後到時候二郎加死之後有沒有 他又是一隻那個不會被擊敗的角色 那感覺很猛耶對不對 那感覺是真的會很猛耶 啊這怎麽過去 喔下面 我想說這下面是怎麽過去 很多陽閃 我自己個人還是蠻喜歡就是他這樣的一個小小的設計 就是這個小小床關 因為他會動蠻多一些小腦袋的喔 然後裡面有一些很趣味的東西 然後你打完之後又可以拿到蠻多東西的 而且如果你又有小錢的話 你又可以去買那些頂包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目前來說我們這個伺服器的話好像 差不多就是前面幾名就是那樣子 而且我覺得大家應該 也沒有到那麽一定一直在花錢了 因為大家這個PVP的那個成績都差不多在那邊 然後每天這樣領 每天這樣領 然後再看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是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變得比較少人玩啦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覺起來就是 好像也不太需要一定要花到那麽多錢 就看到自己喜歡的角色再花就可以了這樣 這邊沒有路了 這邊沒有路了 喔對面還有啦 所以基本上的話我們應該是要傳送到對面這樣子 拉到導看的話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之前的話就是為了要搶前面的名次 然後一開始也就課了蠻多金的 但主要來說是因為 是一拳超人的關係啦 我就比較腦波弱 一拳超人海賊王啊 這種的我就比較腦波弱 我就會很喜歡我就會就是去抽他 那要不是那個熱血航線 沒辦法課金 不然我熱血航線應該也是抽爆 但是熱血航線說真的就是 好像也可以慢慢玩就好了 因為主要來說都是上去打這個PVP的 然後一拳超人四季的話 因為他又是 哎呀又是路板的帳號你知道嗎 又是路板那邊開始 我也不知道到時候如果 要課金的話有沒有辦法課就是了 但那也沒辦法 因為 路板那邊要課金可能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我們就只能無課了喔 無課走起這樣子 好 殭屍男沒問題 你看他打完之後又回滿血了 他重點是他現在 還不是一隻就是那個 還不是一隻就是最完整的高階角色 你知道嗎 就可以這樣子真的還蠻厲害的 好 這邊應該走下面 好 這邊就是我們最後環節啦各位 那你們有沒有用了我們這個GVOG神 有沒有用了我們殭屍男的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的想法喔 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 大家有沒有推薦這幾隻角色這樣的感覺 加油 那因為兩隻的話呢 之前的話就是有一些7日的這個角色 我自己個人就是覺得還好 但是這一次這兩隻角色 我自己個人都認為就是 還蠻厲害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抽的話 都是 我自己個人啦是蠻推薦的 因為用起來的感覺都很不錯 就是跟其他之前的那幾隻的這個 實際上使用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都都還蠻不錯的 至少不會有那種就是 怪怪的或幹嘛的 因為一隻就是被炸死之後對不對 他可以就是變成機甲小隻形態 然後開扁對不對 這個很不錯 然後殭屍男那邊的話就是我們的那個 殭屍男那邊的話就是我們這邊可以一直復活 然後復活之後他還可以越變越強 比最強之男的還要再猛一點點 因為最強之男他就是復活很多次 然後最高6次這樣 然後就只是復活 但是這個的話就是他只要復活次數越多 他就可以越加強更多 那真的是很不錯的一隻角色 但目前來說我真的覺得啊 這個 復屈的球棒也還是蠻機車的啊 不知道以後有沒有可以解復屈的這個東西 不然這樣讓他一直復屈 他真的很爽耶 直接撐兩回合耶 那其實就是怎樣 就是你你打那個 你用殭屍男應該已經要用這個球棒 然後讓殭屍男死掉之後 然後讓這個復屈球棒幫忙擋 然後殭屍男再復活這樣 然後如果最好的話就是那個 鳳凰男再復活這樣子 然後一直復活一直復活 哈哈哈 應該就完全沒問題了 好這應該就是我們的最後一關了 來看一下了啊 那協會的話呢 協會禮物基本上還蠻便宜的啊 7777個鑽石 這個慢慢存應該都存得到 然後你拿到之後的話 基本上就是結完兩個任務 你也不用花錢 你就一定可以就是 拿到一隻那個角色 然後就可以慢慢把腳給伸上去 所以你真的不想要走一個就是 花太多錢的這個流派的話 那就是盡可能把鑽石 留給我們的那個 留給我們的就是協會禮物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殭屍男的話 我也是協會禮物那邊拿到的啊 好那今天的話介紹的就是 我們殭屍男啦 你們有沒有人已經把他衝到 神話五階了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對他一些看法囉 那我起屏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